松山文创园区西向走廊的窗上 艺术家陈若涵以指雕手法 截取松山烟厂八十多年来的历史回顾 呈现制烟流程、员工欢乐园地、多功能锅路房、棒球场等景象 邀请民众细细走读品味故事细节 园区举办2021唯一原创基地节 汇集创意能量 园区15处展演空间 19位艺术家、112组表演团队 共创63件艺术作品、138场表演 还有疗愈的微绿心、乐观挺文创 因为我其实自己是住在松山附近的 同小住在松山附近 很常来松山走走晃晃 那这次特别有这个创作机会 我就想说 那松山现在有这么多艺文的相关的活动 或者是商合、或是店家可以逛 那到底以前松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 所以我就把松烟1937年建立以来 这个烟厂的故事 透过就是指标的方式 把故事细节跟每栋不同建筑物 比如说它可能是切业的 它可能是理业的 那它可能是以前就是这里的员工 他们的小朋友在这里长大的画面 也都把它刻画下来 其实在古迹里面的创作 原则上是不会去破坏古迹的 就是它的限制 但是因为我们邀请的艺术家 他会我们是尊重艺术家 去跟我们松山文创园区的这个空间 去做对话 那比如说这次邀请的四个艺术家 第一个艺术家是郭佩奇 他的作品呢 挑了六个台湾传统歌谣 他把它转换成影像 之后呢 透过AR的方式有滤镜的方式 所以你会两种的呈现 晚上呢 还有像我们天眼 所以会一个作品 三个作品的欣赏的一个呈现 第二个呢 是我们在巴洛各花园 巴洛各花园因为场地域很大 松山文创园区的场域 他用了6.3 他做了两个6.3直径米宽的方式 去做成一个流动型的 因为白天有太阳 光影的呈现 跟到晚上之后再加上光调的方式 他在整个空间里面产生了一个流动 很像是你在跟他的一个对话 为原创基地节有三件户外艺术装置 及羊毛站展览 同时也结合台北街头艺术嘉年华 10月23号 24号两天 汇集36场表演与60场工艺展演 还有接下来11月5号起 每周末有适合亲自的剧团和工作坊演出 盼将艺术带进民众生活 赴博卫星灵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好 我们完成 谢谢大家